动能神教万岁 作为一位弟弟道道的火力爱好者 除了最爱的爆炸艺术外 就是喜欢那种实实在在硬碰硬的武器 今天火力军就要和大家说个特别的武器 石心水泥炸弹 是不是有人一脸懵逼 水泥还能做炸弹 别说 一些战机上的炸弹还真是水泥做的 那什么是石心水泥弹 为什么放着炸药不要偏要用建筑材料 它的威力很大吗 又是如何精准制导的 以及它在动能神教的地位是怎样的 我们看看以往的航空炸弹 是不是都是奔着装药多威力大去的 就像东京大轰炸 哪款飞机不是带着几十吨的炸弹 从高空往下抛 来对敌人造成毁天灭地级伤害的 但到了21世纪 各个大国空军却一反常态 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良心发现 所有的航空炸弹都是奔着小巧精准模式去的 于是石心水泥炸弹就成了新世纪宠儿 和字面意思一样 石心水泥炸弹并不是什么厉害的高科技武器 就是用水泥做的航空炸弹 型号重量和形状其实和石弹完全一样 只是内部填充的不是炸药 而是密度近似炸药的水泥 而且为了区分 还特意将石心水泥弹的表面涂成了蓝色 用来区别石弹 只不过火力军更愿意叫它水泥导弹 因为它不会爆炸 干嘛要叫炸弹 而当初研发水泥炸弹的目的是为了训练飞行员技术的 我们知道炸弹的投掷精度是飞行员训练科目的重中之重 但要是训练用石弹 那这不仅贵而且也不安全 于是就有了规格一模一样 且不会爆炸的石心水泥炸弹 来模拟石弹的弹道和投掷炸弹的感觉 况且它重量合适而且破坏力小 即使是新手飞行员手滑按错按钮 也不会像普通炸弹那样 动不动就把靶场炸了 只会静静的扎在靶场 等待你来收拾残局 可以说水泥弹是所有训练弹中的泥石流 再说了一袋水泥才几个钱 不考虑制导系统的话 加上沙子满打满算 200块钱的成本做个水泥炸弹 应该不成问题吧 水泥炸弹威力小就不能上战场吗 不是哦 说到水泥弹的实战 就不得不提武昌之一的法国了 因为水泥炸弹是法国人发明的 并且还为他们赢得了一场干净的战争 法军在打击利比亚武装时 就将水泥炸弹运用到了真实战场上 并且取得了较好的作战效果 平时我们总是觉得法军能力缺点水平 但真正到了战场那是一点也不含糊 况且法军面对的还是利比亚 对付这种菜击法军要考虑的就不是武器的威力 而是舆论是脸面是炫技 这其中最好的炫技方式就是高度精准的打击 再加上法国没条件像美国一样搞出地狱火刀片导弹 就用上了失心水泥炸弹 正好也符合利比亚地区极为混乱的局面 利比亚的武装分子和其装甲部队都活跃在闹市区 而且居住地还都是平民区 要是用真实炸药肯定会伤及无辜 不仅会为法国引来更多的仇恨 而且还需要承受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而水泥炸弹不会爆炸 也就没有大范围的附加伤害 纯粹依靠精准指导来砸掉重要目标 而且水泥炸弹的威力也不小 你想一下 一个重量达到500磅的水泥炸弹 从飞机上被投下来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它重力加速度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和穿透能力 不仅可以把地面车辆砸得稀巴烂 还能炸穿好几层的大楼和地堡 杀伤原理有点类似动能弹 战后法国自己算了一下 这次战役使用的炸弹超过30%都是水泥炸弹 而且全都用在了闹市区的重点目标打击上 基本上没有造成平民的伤亡 对法军来说是倍儿有面 不过让水泥炸弹扬名的 却是因为总统的一次经典反恐作战 干掉了本拉登的女婿 2017年 美国中情局提前掌握了本拉登女婿马斯里的行踪 后来马斯里在闹市中开车行驶时 美军派出的无人机向他投掷了一枚精确制导的水泥炸弹 从天而降的水泥墩子直接把马斯里砸死在了车里 车辆附近的建筑和平民没有受到一点波及 甚至连马斯里的车辆的前挡风玻璃都没有完全粉碎 从这开始水泥炸弹就在国际上打出了名声 甚至到了现在 水泥炸弹仍然被美国广泛用于中东战场闹市中的点穴打击 你瞧 这些大国的空军开着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刀的战机 飞到目标上空扔水泥疙瘩 难道还不能证明水泥弹的未来吗 只要砸得准 汽车 楼房 甚至是坦克的顶部装甲 照样是都得给你干穿 既然水泥炸弹这么强 它是如何精准制导的呢 水泥弹你别看弹体便宜 但它制导套件的价格可一点也不虚 况且精确打击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趋势 按照如今的精确制导技术 命中的误差范围也就在一米到两米之间 无论目标乘坐何种运输工具 打掉目标都是轻轻松松的事 夸张一点的像美国的地狱火刀片导弹 弹头不爆炸 而是张开六把刀 直接能将目标给割裂掉 你说可怕不可怕 水泥导弹的制导系统和目前主流用的制导方式是一样的 所以再便宜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目前导弹的制导系统分为控制系统和导引系统 前者是发现 后者是攻击 发现目标的方式首先是自主式 它包括主动雷达 被动雷达 红外线 紫外线 可见光等光电测试等等 说白了就是导弹的寻标器 自己具有发现目标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寻地导弹 其次是遥控式 这种就更好理解了 就是我们平常玩的遥控飞机 遥控汽车 它能去哪 全看我们自己意愿 放到导弹上讲 只是目标变成了导弹 操守变成了指挥站而已 还有一种叫半主动制导方式 这时导弹自己能力不够发现不了目标 必须要有个辅助把目标标记上记号 导弹才能看见目标 像雷达制导的地空导弹就常用这种方法 或者再形象点 这就像拿探照灯把夜晚天上的飞机照出来 让高射炮去瞄准攻击一样 看见了才能打得准 最后一种也是目前大国用的最多的制导方式 复合制导 复合制导是导弹有两种以上的制导方式 这可比1加1等于2的作用大多了 常见的组合有主动被动雷达联合制导 雷达光电联合制导等 至于为啥有这样的组合 是因为战场环境千变万化 单独靠一种制导方式 不一定符合所有的战场情况 而且还极易受到干扰 变成瞎子 而采用多种制导方式 可以杜绝此类情况发生 同时联合探测到目标的几率会更大 何乐而不为呢 而导弹用于进攻的导引系统 就有追踪法 三点法 比例接近法 和方案飞行法四种 追踪法就是狗追兔子 导弹头部会始终对准目标进行攻击 这个追踪路线很长 所以导弹必须要有速度优势 非常合适攻击机动目标 而三点法就是前置瞄准法 就是说导弹可以对目标的前置点进行瞄准 这个方式导弹的攻击路线最短 适合那种速度快但变相能力很差的目标 提前预判打掉对手 比例法是攻击高速机动目标的方法 攻击航路长度在追踪法和前置瞄准法之间 它不是瞄准目标前置交汇点 也不是直接对准目标 而是有个瞄准夹角设定 并根据目标与导弹的距离变化 修正这个瞄准夹角 最后的方案飞行法是程序设定飞行航路 专门用来攻击地面海面目标巡航导弹的 一般先进的巡航导弹在发射前都会事先拟定一个可以避开敌人探测 以及防空火力阵地的航路 并利用对方的雷达探测死角和防空火力空隙 穿透敌方的防空网 由这条航路飞过去打对方个猝不及防 对于材料 水泥炸弹也不一定非是水泥 因为水泥块的比重大概是2.55 不算太高 所以以后为了提高威力 不排除会出现使用一坨石心铁或者一坨石心签 从天空往下扔的情景 铁的比重是7.8 签的更高有11.34 这样杀伤威力也就会更大 当然要是与美国的上帝之杖相比 那是没有可比性的 上帝之杖是美国2012年开始研制部署的一款太空武器 它的攻击方式是通过加速一根重量数吨的大黑棒子 让它自由落体产生的巨大动能 来对目标进行毁伤 形象点的比喻 它就像一颗具有精准打击能力的陨石 能够打击到地球上任何目标设施 但从威力上讲 上帝之杖的威力绝不亚于核弹 而事实上 像石心水泥炸弹这类的动能武器还有很多 石心水泥炸弹在动能武器里 只能算是中低档次的武器 而且动能武器在太空作战中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都知道 动能武器就是纯粹利用碰撞来摧毁目标的武器 影响动能的因素 根据我们在国中时学的动能方程 发现它与物体的质量和相对速度有关 相当于物体越重速度越快 动能就越大 但是火力军翻了许多论坛 突然看到了这么一个冷门定理 这就神奇了 这条定理认为弹头的动能已经可以比肩等质量的核武器 这仿佛给火力军打开了一个新大门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动能就等价于杀伤力 而弹丸在太空命中目标时 命中速度低时就有点类似地球上的动能穿甲弹 这个火力军频道已经科普过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巴拉巴拉 当命中速度很高 超级高时 目前人类还没有相关的数据做参考 火力军是没找到 唯一粘点关系能拿出来的 也就航天器碰撞高速粒子撞击问题 有兴趣的等视频结束 就给大伙来一段 从动能公式我们不难看出 动能是和弹丸质量呈线性关系 但与速度却呈平方关系 再考虑到太空中质量的可贵性 所以增加弹丸的速度比增加弹丸质量要更划算 那么在太空中我们要如何增加弹丸的速度呢 首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利用机械能来增加弹丸速度 就像罗马军队的投尸所 只需将石块抡两圈 当速度达到最大时放开一条袋子 石块就能顺着切线方向飞出去 到了太空或许会有类似的装置 可以将逃生舱 作战舱等给抛出去 其次就是靠火药的化学能 优点是地球对火药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 缺点就是目前炸药的爆炸速度都小于10千米每秒 最快的黑锁金也才8.75千米每秒 要是在程上转化系数速度只会更低 所以依靠化学能推进的弹丸很难达到超高速的 目前地球上最快的炮弹速度也就1.8千米每秒 这速度拉到以光年为计量单位的太空中根本不够看的 除非贴脸 否则就屁用没有 当然 核推进火炮是个例外 这玩意儿就是利用核爆炸产生的能量来推进弹丸对目标进行攻击的 有人可能会问 直接把核弹扔在对面头上布箱吗 干嘛非要多此一举呢 这不是太空 是真空环境吗 核弹无法制造出我们常说的冲击波 只能通过辐射和热能去毁伤敌人 所以在太空中 使用常规核弹直接去打击敌人并不是最高效的选择 所以才把它拿来当助推即用 只不过依旧存在难点 首先就是炮管材料 啥样的材料才能连续承受核爆的威力 总不能打一炮休息半天再打下一炮吧 估计到时候你都被俘虏了 第二炮都不一定能打出来 其次是难以轻量化 效率不高只能依靠数量来凑 但由于核弹最小当量的缘故 核推进炮的尺寸肯定不会小 当主炮又不划算 所以在解决这些问题前 核推进炮只能在图纸上蹦的蹦的 而说到太空战舰主炮 就不得不提线圈炮和轨道炮 这两个动能武器里的大佬 线圈炮的弹丸和炮管不会接触 理论上应该是无物理损耗的 能够发射更重形态多样的弹丸 并且利用率能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它不好搞呀 首先设计难度太大 就比如如何保证线圈之间的同步 就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是在弹丸超高速时 线圈大电流造成的发热和反向电动势 肯定会阻碍加速 这也是目前比较头疼的问题 而另一道轨道炮 虽然结构和技术都相对线圈炮比较简单 也容易实现通过导轨通电 产生强大电磁力把弹丸弹射出去 轻轻松松就能将弹丸出速 推到化学能弹丸的极限1.8000米每秒 但它的弹丸和导轨是有接触的 肯定会因弹丸的超高速而稍着损坏武器 弹丸会有很大一部分能量 会浪费在导轨上 美国国防部和空军 就曾经联合主持了一项名为 电磁轨道系统天机动能武器的研究计划 通过美国实现的结果 第一代电磁炮能将1.2千克重的炮弹 以每秒5000到25000米的速度 射向2000公里外的目标 可以用于拦截洲际弹道导弹和中低轨道 但大伙别忘了 如果你要是在太空战舰上 设定一款出度极高的电磁炮 那么你就需要提供配套的超大功率能源 就像你把它设定成电磁炮塔 那么它的加速炮管肯定不会太长 但为了达到高出速 你只能提供更强的顺势功率 达到GW都不为过 当然在太空战战舰里 最朴实无华的动能武器 还要看撞脚 撞脚好理解吧 就是固定在战舰舰手 用来撞毁敌船的突出物 一般都是死战时才会用到 这完全靠战舰自身的动力系统了 什么聚变加厉火箭 双模聚变火箭 只要够猛 就没有撞不碎的战舰 在太空作战中 战舰在发射炮弹的同时 自身的运动状态也会发生改变 再加上太空里没有空气阻力 因此战舰只能消耗加速度 来补偿后座力 而动能武器想要实现制导 最大的敌人就是加速度 为了达到超高速 弹头必须在有限的加速距离内 承受超大的加速度 但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来看 人类制造的机械结构和电子元件 是肯定办不到的 出于妥协 我们也只能降低弹丸的出速 或者是拉长炮管 让这类武器不再科幻 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 弹丸的出速除了增大威力以外 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命中率和射程 这样我们对于太空战舰的弹丸 是不是又可以考虑两种发射方式 一种是高速发射的非制导弹丸 只要看到就能打到 类似激光武器 另一种是低速抛射制导武器 这有点类似地球上的动能武器 能精准打击敌方目标 我们来回顾一下太空战舰应有的动能武器 主炮选择线圈炮 副炮选择轨道炮 甚至胆子再大点 弄个近光速动能炮当主炮也不是不行 当然清一色的轨道炮线圈炮也没有问题 至于化学能电化学能和火炮以及撞脚 这些动能武器对应的作战距离会非常近 基本都是贴边防御使用的 再说了动力和武器的发展 基本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 从最开始的冷兵器之流到尸心炮弹 再到动能拦截杀伤弹 火力军有理由相信 这玩意儿一定会随着人类离开地球 在无尽的宇宙中继续战斗 动能武器真是硬碰硬 才是男人的浪漫 好了 火力军已经将依靠动能杀伤敌人的 真男人武器介绍给了大家 肯定会有片面的地方 欢迎您来指证 同时也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您自己心中觉得最好的动能武器 我们已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